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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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早上 還有10分之間就安了 很高興 會有這個時間 來跟大家再記名 今天要說的 台灣春秋這段 我以往都有說 頭前又簡單說一下 台灣春秋 是你說 1970年 對 對那個 我們的台灣英雄 電子宰和英文雄 兩位這個技術 勇敢 驚青 去把這位國 拚一牆就對了 要把他刺殺 這裏當然我們 要回顧就說 二百歲行發生以後 台灣人小的情形 都無緣無故 就去台市 各位如果有 時間 要去看那個 伊藤傑 好像是 一道 一道上 伊藤傑 他下的台灣歷史 台灣歷史 台灣歷史 在講到這個 二百歲行這段的時候 講到 讓我們覺得 很疲愛 也很憤怒 因為 一直 四七年 二月二倍 那當時 戰爭 已經 大上市 結束 當然 要不 簽學藥 要不 簽學藥 那麼 青鴻傑集團 派兵 要 進行 這個軍事 尖廟 進行軍事尖廟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 對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五 到 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倍 這個 結束一年 辦的中間 他 尖廟軍 一到 我們台灣的時候 就為非 亂做 貪污夫法 政府講完 到那裡的人 都不受法規 我們台灣人 在日本 的這個法治教育之下 不管是政府 或是人民 大家都很準受法論 都是受法的國民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 也沒有出現那些惡劣 都按照法律來走 要幫你管 或是要幫你行 都是有經過的心疤 就是你起來反抗他的統治 起來結明 跟他建政 跟他修台 打不死的 都抓去 要幫你穿衫以前 都要經過 發入的心疤 人家 你也可以請人 替你便宜 你如果是 元王的時候 也可以替你便宜 由法官來做 最后的心疤 心疤 心疤之後 如果 比較多 才幫你穿衫 但是 國民黨的軍隊 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 行政政官 就是這個 丹羽 他們所作所為 完全沒有經過心疤 只有一個小小的親吻 請願 太代表去請願 都不行了 後來就 丹羽一場 展開一場 學生的大屠殺 英文叫做Massacre 完全沒有理由的 大屠殺 在這個三個小白開始 三個小白 在那時候 今次到家人 就開始大屠殺 全台灣 我們台得這樣 風聲和力 台到十三個時候 說要宿奸 叫Purish 的那種 華東 要宿奸 那是警備總部 要來進行宿奸的工作 年後 以前十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那天 行政掌握公署 說要來清香 清香 宿奸還是清香 就變成說 一張大屠殺 看到人就開槍 看到人開槍 他後 就要開始捏什麼 要捏所有 國所在 國所在的社會人 在一堂上 一堂上 一堂上 一堂上一堂上 一堂上一堂上 講得很清楚 他的警察 軍隊 來到政客 來到國所在 國三市 的時候 只要是 那當地 國所在那當地 醫生 律師 地執行分子 意見領袖 都抓抓去台 都沒有理由的 都沒有理由 然後 遲到美國有在追求 1947年的4月2倍 美國的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這堂上 還有照片 裡面有照片 我看得很明顯 有一個大膏 那個大膏 差不多是 這檬看 這邊這樣這麼寫 這邊這樣這麼寫 裡面都死鐵 另外就是說 大膏面上 另外一個照片 一個扁扁的地方 很多人 鼻鼻 手扁起來 把單獨肚腳 腳跟手扁起來 像蝶子這樣 蝶子是四肢腳都扁起來 我們的人就是說 兩隻手放到後面扁起來 腳還要扁起來 放在肚腳 然後他們 這個 流氓難民 流氓政府的肝腕 不管是整理系統 或是軍隊 牙群這樣騎著 爬爬爬爬爬爬爬 沒有一個野外 爬死後 才會落在那個膏裡 這樣下去 整堆 那是紐約時報 的報道裡面 的治療 都沒有經過心法 台灣人很害怕 全台灣的人 都很害怕 很多人都沒有委員 沒有國這樣 在台西 國民黨最好 我跟美國會報告 台上市 有電機的 電機 電機 在負責裡面 電機消失的 有2萬8千多人 到1962年的時候 大家去到負責 他們去負責 他們在負責裡面 民國51年 在省議會議員 接順的時候 警備總部說 不知道多少人 不過就是說 現出是 負責查起來 負責裡面 有名字 有生有名字 但是 不失蹤的 有12萬6千人 所以我們公司 我們郭鋒賓 牧師 我們的教務長 在這個地方說 應該是希望 在156萬中間 這個12萬6千 這個所需 是我們秘書長 在這個所需所說的 2萬8千多人 這是伊藤姐 那本書的 寫的 寫的 在負責民店 去消毒 說這個在 日治法事件 去用 選擇的 2萬8千多人寫的 寫的 以伊藤姐 近紀國民黨 公部的所需 寫的 寫的 他在伊藤姐 他很沉痛 他是一個 台灣人 很沉痛 說 日本的統計 日本對 100幾五年 入到台灣 1955年 經過10年以後 1955年 這中間 有 分平無座的 控制 有台詩人 沒錯 平原地帶 1955年 1955年 經過10年以後 1955年 控制便宜 平原地帶 都日本控制 國安 沒有辦法控制 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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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中間 還有 打這個國安 政法 蒸發 高砂族 經過10年的建徵 還有死一些人 然後還有 余青方 他們的控制 西萊安事件 頂頂 以前 建政中間 求日本兵 台詩的 跟 去判判判判 中間 五十一黨 裡面 兩萬八千人 他們想說 日本在統治 台灣裡面 台詩 台灣人 因為 建政 政法 還是說 把這些犯罪 來判判 中間 兩萬八千人 五十一黨裡面 但是 國民黨 現在 集團 入到台灣 在三月七八 到三月十四 定義 議員 去判判 台詩的 兩萬八千 這樣厲害 中國人厲害 有產業嗎 我們不應該 我們不應該 感到悲情 我們不應該的 感到憤怒 我們已經是 過那久的時間了 二百歲 發生的時候 我才虛兩歲 我才四五歲 五五歲大而已 但是我現在心中 很不滿 很感慨 很憤怒 很憤怒 因為那完全 沒有人生的 沒有火 沒有白色 他動作 把我們看作 地狗 夾仔 這樣抬 不把我們動作人 所以不怪 他不能救 事情這麼久 我把你當人看 已經不得了了 了不起了 你說那種 中國人那種心態 多惡毒 但是我們台灣人 怎麼那麼傻 本好台灣人 怎麼那麼傻 所以我最好在殺 這個文章 我最好都說 傻台灣人 不是本好台灣人 傻台灣人 怎麼傻到這樣 要在破壞大腿 人材作別 所以這個 這文章 是從1970年 開始殺死 主要是說 台灣人 那一股怨氣 不可以去發洩 無法骨動員 趕快台灣人 情形 死了死的時候 真存的 很少數的人 走去海外 進行台獨運動 台獨運動 台獨運動 也是去中國國破壞 前後台獨 台灣人 也沒辦法很合作 很團結 很多都 很多受過 國民黨 困難的 照表 都混進台獨聯盟 混進台獨組織 混進黨外 混進民進黨 讓我們台灣人 自救運動 都不成功 最後 你走 台獨 也都 國民黨 安排的人 你走 民運動 也國民黨 安排的人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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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 井民 祭 憲 MIL 我 這樣 說 四、三、四、三、四、三年 我是怎麼沒辦法在裡面發揮我的作用 因為那些人就沒辦法跟他交通了 你連麥祭就去曬國而已 我可以這樣說,覺得很萬壇 所以那個萬期、重天的時候 累積到1970年 剛台獨立民族的成功 很多國外海外的台獨運動 在EQ七個年造型 變成WUFI W-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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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叫WUFI,叫台獨聯盟 簡稱獨門 獨民生立了 人家這麼獨富 獨民在那時候EQ七個年造型的時候 尋寫很高 在海外尋寫很高 台灣在台獨立都看不見 都不知道 留學生才知道 那時候美國國務員 邀請這位國去訪問 這是第二次去訪問的 那樣 按摩一個行程說 要去 紐約區的這個 Plaza Hotel 要演講 對他們的發酵演講 當然裡面有很多國務員 國務員才有賣台灣人去 在裡面 如果電視台下 不然覺得機會夠了 那兩個 政府 就說 要去刺殺 真的去 找一棋青 都沒有訓練的啦 可能也不敢去用青棋啦 沒有訓練的 要去刺殺 來刺殺失敗 很有可能是著陋風生 怎麼說 剛才我說的是 台獨立明裡面 倉很多 國務員的訓練 要不要 要不要當選以後 2000年的時候 有一個國務員的訓練 做 部長 我抱歉說什麼 做部長 那我回來的 人啊 有自己的訓練說 我這個人以前在台瓦裡面 你破壞 台瓦裡面 你如果叫他做部長 我不知道耶 那這個國政公務員推薦而已 國政公務員 感到 感到都是 真力的靈驗的人 不盡然耶 在國政公務員裡面也有照片耶 我們就拍攝再說很多了 就在那裡 你說要教學改革 教學改革的 教學改革的人也是 才不會出新的耶 所以當然 所有主所有都 一團亂一團糟 都不成功嘛 一直在破壞 自己做下去嘛 不管啦 我們就說 其實不成功 但是 全家出一張 大條紮 因為 政府對美國回來的時候 展開一場 詳細的追究 跟調查 調查什麼 調查政治裁 他的背景來調查 黃文雄過去跟誰誰誰誰做回來 發言說 黃文雄以前 在康尼爾 康尼爾大學 讀書的時候 參議長輝是同寢室的耶 哎唷 這古怪耶 李廷尼爾 一樣 同寢室的 在 在這個 劉翁南民的 我們中 在政界的 集團的 關 的觀念就是 龍高龍風高峰嘛 既然李廷尼爾 跟黃文雄大學 一定是一副的啊 所以 展開密集調查 展開密集調查 當時 一句七空年四月二發生事情 四月底 中央回來就開始 展開這個調查 我是 一句七空年的 八月前八 跟李廷尼爾第一便記民 八月前到 就對於 做業研究助理 所以這段時間 我就知道 多少 李廷尼爾一天到 十星期 都要接受 這個 經理系統的調查 詢問 很煩耶 很煩耶 我就知道 調查得很鐵鐵就對了 到一到七零年的時候 調查起來說 你在那裡很高興的人 沒有什麼家人 沒有什麼朋友 打ゴルフ的球友 都是那裡給他秀琳嘛 都是那裡外星的流氓難民 在學術界也沒有朋友 當然有一個好朋友 叫做 叫做紐國囚 紐國囚在我們的生產中 就是很怕死 很不大的讀書人 因為二百季年發生的時候 他正是台中一種孤二學生 孤二學生已經十七八歲了 應該也都看有 也都知道 看到他的學校裡面很多人去進行才參加這個番隊 跟這個二百季年的時候 反對這個國民黨 那種為非亂做的那些人 那些同學 學長 學弟 都去逛逛的時候 待會就破了 所以他每天都是怕死死 所以我在那幾年裡面 跟李宣 跟李教授 跟梁教授做會的時候 梁教授 若不得著心 我就說 人家梁教授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就說 你每次都說梁教授 那梁教授 那些就沒人拍的 那些就沒人拍的 做來就沒人拍的 你要說梁教授 類似這樣 就是說 牛國囚是很保守 很高興 很害怕死的人 每行都是替一步想 都很親耳 我看得出來 我們有時候 每禮拜都做會討論問題 討論研究案 討論後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用日紀高譚 不要亂聽 不要亂知道 日紀高譚在說什麼 我父母都來聽一聲 他們就學一聲一文 就是在馬國民黨 日紀高譚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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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外星人很難看 要吃也要抓 很難看 這都是在抱怨 地繫粉絲肝的抱怨 都會這樣 我對這次去就說他們的什麼 對EQ這個年開始 中共已經掌握 整個台灣的一切 因為EQ就有數年的時候 陳城已經過世了 但是過世了 他為他的 政敵 就是這個 夫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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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Q六九年 六百年六九年的香蕉案 所以他都會把他拼圖 所以幾乎他可以 押到什麼 黨政 軍和特務系統 包括行政系統 因為經過一年 比較多的調查 認為李政委是一個 安全的人 沒有 沒有什麼 政治過割 也沒有參加 台獨聯盟 也沒有 台獨思想 當然 他的調查 過去 在台大讀 的時候 在台大讀農業經濟學習的時候 雖然說 參加過 台灣共產黨 但是 時間很短 我建議說 不適合 因為那個時候 如果沒有去 讀左派的事 沒有去 當中 勞工和農民 的青年 就不是知識青年 那是風氣 所以 他後來 並沒有 因為參加共產黨 有破形 所以那段 過去就沒有 嫁到 另外在我看 就是說 蔣政府 我本身不是 蘇聯共產黨 我也是蘇聯共產黨 十五歲 就去蘇聯 讀孫立先生大學 十七歲 在蘇聯回來 中國 回來中國的時候 那一年 就去做 幹難 行政專員 開始在那個所在 進入 這個行政系統 然後 蔣介石 不斷有做一些 中央幹部學校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 教務長 訓導長 那個我們的工作 就開始在 進行一些 有關的 教育工作 但是如果最後 在 戰後的時候 在 國共內戰的中間 雖然說 沒有去 陣營 人和軍事 但是他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最大的事情就是 上海 打老虎嘛 上海打老虎 就是物價管制 這是東西 去進行物價管制的工作 當然 他在 做物價管制的工作 是太多地方 因為 宋美齡 蔣宋 就說 孔宋 陳 蔣家以外 孔祥西 宋美齡他們的家族 和 陳 陳 西西派 陳 陳什麼 一個手機不起來 陳立夫 陳果夫 和蔣介石 這個四個家族 是控制 全國的中國 所以他過去 在那個 中央幹部訓練學校的時候 他是跟西西派有對決 因為西西派掌控這個什麼 掌控堅果的情緒系統 那在幹部訓練學校的時候 就是在一樣 要建立 要建立自己的幹部 建立自己的幹部 建立自己的經理系統 特別系統 所以跟西西派有對決的地方 那之後 一直到四半年的時候 要上海 要物價控制的時候 他就跟 夫人派開始有倒進 結果是失敗 因為那時候夫人派要很強 所以那些情緒來臺灣的時候 一樣 跟西西派也有情緒 跟這個夫人派也有情緒 但西西派 在最后陳立夫 是時候 曾國夫去美國市街 養雞 在紐澤西養雞 他就都開始講一講 謝謝 他就開始 他在台灣這麼失敗 都太變了 跟西西派也太變了 西西派 西西派 向西西派 要在換的就是什麼 就是王祖榮 他們祖榮都死了 王祖榮 事件生劉真 以前劉真 這位教育廳長 他在西派死了的時候 這些人都死了 這些人都死了 事件生本來在 西派在西派死的時候 在做到的部長 西派在西派死了的時候 到部長做手禮 做手禮 做手禮 劉真也下台 所以最好在1968 1969的時候 香蕉 金飯園 吳鎮瑞那個案 吳鎮瑞那個案 做一個校園都不知道 吳鎮瑞那個案 吳鎮瑞那個案的時候 就是西派員 孫立先就下來了 西派員是外貌 外貌審議委員會主委員 孫立先是中央銀行總裁 這是富人派 就都下來了 下來了的時候 就都換起來就是 富人派下來 太子派就上去了 所以到1970年的時候 菁國台灣的各個角落 各個面 各個派系 各個單位 都是蔣菁國的掌控之中 所以到1970年的時候 他們 人家幹就說 自行辭職行政院長 就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 不見了 不見了 就讓蔣菁國 我們這個行政院長 阻隔 所以阻隔這段間 就大量 採用催台青政策 會催的台籍青年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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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星催台青 很紅的時候 所以 在之前他就開始啟用 整個黨內 啟用幾個 台灣籍的青年 像陳水鳳 陳水鳳 跟以前平安人 文化大學 這個教授 當然是國民黨人才有別 叫他去中央黨部 上班做一個主任委員 1972年就大量啟用 台籍的幹部 最有名的 比較老的就是 徐清宗 林金森 張豐旭 還有這個 我們的 娘工 李登輝 類似這裡 當然 最早期 我們就是要這個 在很早期的 我們要這個 在1950年 初期的時 就是 年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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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內政部長 那這邊的時 年正宗出來當然是 蔣介石是時代的 但是 政府 中國出來時 他就都 找新的人出來 都他的人 都跟他有關係 都他在搬來 當然 包括這個 社長民作業 後來作業的 作業 當民的副總統 1972年 西東民 當民的先主席 19700年 當民的副總統 類似這裡 我想要對這裡說去 對1970說去 因為1970 如果沒有1970 那次獎案 我們不去把李登輝押出來 李登輝大概 沒有出頭的機會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因為 在1972年 要綜用 1971年 要綜用李登輝基金 很多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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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李登輝 王祖宏 很值得 王祖宏 在1970年 的時候 就開始推薦 李登輝 三番兩次 給獎金國 建議 要綜用李登輝這個人才 以日本英文都會通 博士論文第一獎 農政論文寫得 很多人 都在說 台灣的農業政策 要怎麼做好做好做好 但是獎金國都沒有在插 好不喜歡 他經過 五月開始 從1970年 五月開始一直調查調查到年底 有七五月時間密集的調查 發共這個人沒問題 沒問題 1971年 先剛 就說王友昭 在農夫會的這個 王友昭的這個 王友昭的農經組組長 還檢定了一個組的組長 所以王祖宏想這樣 不應該一般人跟我說 一個人檢討的組長 王祖宏 師兄在推薦李登輝的時 跟我說 這邊應該要跟他殺去 李登輝殺去做農經組組長 所以他就去叫楊佳琳 當然楊佳琳也是外省的 流氓難民的精英 楊佳琳跟王祖宏 他們父朋友 他們兩個都很清別 就是說我們所說的 精英分子的 精英分子 比較不會探材 比較清晰 學者出身的 他說我 推薦李登輝我那邊 如果推薦李登輝 可能蔣經國會不成功 他就去拜託楊佳琳說 楊佳琳說 楊佳琳說 你是不是 你很得到蔣經國的信任 你是不是 直接 代替我 向蔣經國推薦李登輝 所以楊佳琳可能出很大力 出很大力的時候 李登輝總是在1971年 當民這個 農副會 農經組的組長 十八年都沒有生成的 總是爬起來做中 1971年做中 再來1972年的時候 就拿拔力去做什麼 做政務委員 這是一個轉捩點 所以政府來說 如果不是電子載 跟楊佳琳去開城 契策蔣經國的時候 契策蔣經國的時候 契策蔣經國也不會想說 要來 契用這個人 因為契策之後 密集調查之後 不但是楊佳琳在他推薦 那時候楊佳琳在他推薦 好啊 不然他來 跟楊佳琳做庄長 他看一看 十八年都沒有生成了 問中審一個工作 做那麼多 還有 跟我以前幫我做共產黨的 這樣做最好 還有打拔 tyres 打拔乳 因為打拔不住 材料赴結很多 母人agnet sabe 有比較多 我們來看全英國的 在少年時代社會的文章 都在麻雀介紹 是怎麼你把我們老父 對日後帶到一路的 你不要聽我這個故事嗎 台灣都看不到 我們在海外這樣看得到 今年春夢來你就嚇得很多 你有看什麼春夢嗎 你在美國有看今年春夢嗎 沒有嗎 我在美國 當時 思考也沒問題 不但參加台灣黨會演講會 都一直收集很多 金書 金書都沒看 四國六下的宋氏王朝 台內在台灣也金書 也在美國看 精華春夢 也是在批評蔣介石 亂七八糟 它裡面祕食 都給他顯現出來 那也在台灣都禁書嘛 你會說很多 蔣介石在蘇合的時候 在蘇合 留學蘇合的時候 那已經大半了 二十幾歲的時候 史達林要跟他鬥爭蔣介石 就叫他沙啤 那沙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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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那他們母母也 父母都會王太夫人嘛 也拖孩子 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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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拖孩子 也很勞勞勞勞勞勞的 很勞勞勞勞 蔣介石 譬如很壞 一言不合 就對她女兒 放下的頭 這樣 蔣介石 蔣介石說 蔣介石說 我沿真聲看妳 把我老婆對她女兒 放下的頭 這個恨我恨的 就會說很痛恨的就對了 因為在蘇聯共產黨的角度來看 蔣介石就是脫落世紀派 就說了還說回來 什麼叫脫落世紀派 就說蘇聯共產黨有兩派 列寧底下有兩派 一個是脫落世紀派 一個是史達林派 就發生鬥爭了 現在就說在中國來講 蔣介石是脫落世紀派 毛澤東就是另外的史達林派 意思就是比較適應的共產黨 脫落世紀跟蔣介石有一點右派 右派就是什麼 右派就是泛娘很多 比較像資本主義的生活 想要去控制這個國家的經濟 就是說蔣宋孔臣家族的社略 所以是脫落派的代表 沒有真的要死是共產黨的就對了 是假共產黨的 就是右派啦 如果說一樣是社會主義裡面 它是偷派就比較右派 那那個史達林派那邊 不是偷派那邊就是 比較像是馬克思那邊 比較堅持 堅持馬內主義那邊就對了 不管怎麼樣就是 他 蔣介石在蘇聯的社會 如果說他就是偷派 那時候偷派就已經 叫史達林逗獲的時候 流往海外 甚至追殺 偷派是在北美洲的時候 叫史達林派槍手去 殺手去把他刺殺掉 所以就是說史達林對蔣介石 又愛又恨 因為沒有他 沒有辦法對抗日本 但有了他 你所有人在中國 泛養的那個共產黨 就沒辦法做大 就有發生內戰了 不管怎麼樣 不管就是說 我講這個 我現在在寫這段 寫這段的文章 我跟我們講講講 他的狀況 他的資歷 我剛才講到 他上海大老虎就失敗了 但是 他救四九年的 月半年 十月以後 他就流亡台灣 我常在寫說 儘管本土台灣人 鄉台灣人他們見白 金方失措 但中共流亡台灣人 也他們恐共 不離失措來到台灣 但是海峽天賢 只會顧手 所以別的狀況的人 衡量行事 重組流亡政府 於台北1950年31號 至1950年至1984年 以白色恐怖 對付異議人士 使用控制 蓋炎關節 套過動國民黨 團救火團 逐步掌握 這個掌握 這個掌握 軍情 軍事情報 特務 財經 豬藥金 即使不能任意 夜馬蹤炎 也足以偏安海外孤島 不料 江南案發 就是江南案發 1984年 10月15號那天 10月15號那天 有那個 很有可能 不是蔣經國自己親自命令 很有可能蔣孝吳 蔣孝吳 本身 對江南 有不罵 然後 就透過 國防部情報局 國防部情報局 我一個手刷 我不會叫你名字 不是 那個什麼 王政司 啊 王錫玲 那王錫玲 王錫玲 國防部情報局的王錫玲 他就去找一個 找一個 竹聯邦的 陳其黎 他就是帥兩個手下 一個是白人 張安樂 另外一個 我不會叫你名字 反正三個人 就去到美國 加州 Dairy City 江南叫劉玲良嘛 他是作家兼記者 記者兼作家 他下江南 蔣經國傳之後 美國下什麼 美國下 吳國真傳 蔣經國傳 看起來是對蔣經國平 沒有什麼特別特別的惡意 或是很難的批評 但是吳國真傳 就要向他現出 更難堪的事情出來 跟宋明的也有關係 跟蔣介石也有關係 所以他沒有下的時候 就已經接受 吳國真接受他的訪問 訪問後的時候就訪問狗 訪問狗 訪問狗 裡面就寫出來 就已經定在這個 定在這個 我們十四年面頂 就不堪穩穩就對了 所以 這些人就真的 假如我可能不會影響 可能在 作會 大家作會的時候 或是在開會的時候 萬壇說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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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一良喔 做我的學生紀人 這樣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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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巴 實在是做萬壇 這樣 照國民黨來說 照這些廟話來說 這些爪牙來說 欸 竹子的那個萬壇 可能 有 什麼 行動的 這個意思喔 所以就開始 展開行動了 就派人去去祭祀 有一兩人都要塞車出來 在車口就叫 砰砰砰砰三千 死去 很死 救不完 啊 所以喔 他說 不料江南案發 半年美國軍事 台灣軍事 佔領 代理人士 分角色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備受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各界 國務院 國會 媒體 民間的責難 具體要求流亡政府推行 民主化改革 開放黨禁報禁 習 習以後 全力一把抓的獨裁者 蔣英國 握他之策 只能容忍憨碎 除非新成立的反對黨 或是媒體 是可以完全被他前面掌控著 這樣意思啦 所以說蔣家政權 蔣家錢貴一向 把組織反對黨的人士 視同叛逆 劉榮濫民的自由主義人士 胡氏跟雷震等人 就因為籌組政黨而遭受極大的壓力 雷震甚至招來勞役之災十年 就本土台灣人來講 自1950年級 就開始實施地方自治 偶有省議員 院俠市的市議員 還有縣市首長跟鄉鎮市長的選舉 所有地方選舉 都有國民黨的幕後業所在 掌控而會真正的民主 但是終究會有一些膽量較大的本土人士 出馬挑戰國民黨候選人 如1950年1960年代的 像十四分 我們中法官的十四分 郭宇新立萬機 以前成為五虎降壓的人 1970年由於中央民意代表 開始有台灣 這個地區的這個補選 真補選的這個問題 劉榮濫民裡面他就不用補選了 劉榮濫民跟說來五個人 第一次死去換第二次的頂替 第一次換第三次的頂替 一直跟沒有補選人 才沒有勇人 像新疆省 來這裡有五個人 新疆省的國外大代表 一直做輪流到這裡沒有新疆省的人 我們台灣人就要改選 1970年開始改選 1970年開始改選 1970年開始改選的時候 就有不同地域的串連的作用 這個作用呢 會產生黨外一齒 1970年以後才有黨外一齒 所以都是台灣的 最近的歷史發生的都是1970年有關 那有關的 黨外人士甚至因為互動頻繁 而形成人外黨 形容變這個 黨外的人合起來就是一個黨 形成黨外黨 儘管組織 非常鬆散 甚至互相出後腿 台灣人也給互相出後腿 那也是國民黨外的一股反對力量 但是 持續同密集見識 軍中分化 鬥爭的 成為這個 他們鬥爭分化的對象 目的就是要維持國民黨一黨獨大 以稅行對台灣上下左右中橫 中橫股金喔 左右上下都要控制啦 以前的也要控制 現在也要控制這樣 天羅帝王式的全面社會控制 1975年 中央民代增額補選 黨外黨 聲勢浩大 1978年才對啦 普魂建議人士 在苦難中成長 茁壯 進而勇敢出擊 民眾借以極高的期待 一個月都知道1978年 那個 中央民代增補選 那個運動 這樣 國所在都這樣 好 像姚家雲 台灣中華館要選國大代表 國所在都把它砰砰砰砰 你公民黨的人出來 沒有人要砰砰 我是不知道今天的館市 我所在的中華館是這樣 所以齁 大家都一個好人 所以各地沸騰 很多會都 1978年 12月15號 卡特 吉米卡特 他們那個 國務委員說 積重的時期 應該要來 跟美國 跟中國建交 但吉米卡特 說這好消息 這好事 比較緊張 不要等到那個好的時期 不要等到這個1月1號 不要等到元旦 1月14號 15號 就 把幕僚說 馬上公布 就要跟中國建交 要跟中華民國斷交 這樣 所以 底15號 那天 他就說 要跟那個 中華民國斷交 要跟中國建交 這樣 所以 半面的時 那時候宋淑儀是 中華黨部 副秘事長 還是副秘事長 宋淑儀 提到新聞局長 新聞局長 宋淑儀就半面去 兩點的時 去蔣經國搖行 去炒起來 跟他說 啊 美國要跟我們 斷交 要跟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這樣 馬上 那個報道裡面 紀錄裡面說 馬上 蔣經國就穿好衣服 就到中午來 處理這個事情 聽說是非常憤怒 因為孫生都不知道 非常憤怒 孫生都不知道 是什麼 你駐美大使 笨蛋嘛 駐美大使毫無風 毫無風聲 而且 還說 這個 中華民國跟美國的外交關係 非常穩定 不用擔心 這樣 孫生 已經醞釀他們 基辛子那個 平衡外交 然後 旅旅跟北京的 平民 互動的時候 這個報道 就 那個叫審昌煥 那個 那個時代 那個 駐美大使要審昌煥 所以人們也說 他沒有半片 然後就到總統去 研究 怎麼樣應付這個編局 結果因為 所以 不久就要選舉 中華民大要增補選 結果就在田亮的時候 就宣布 停選 宣布停選 而有1979年 免疫寮雜誌社的主活動 這在黨外的時候 想說 停選也是要繼續活動 因為好不容易 把民眾的期待都封起來 民眾的民氣都封起來的時候 不能停止 不能停止活動 不能停止 所以繼續 組織這個 免疫寮雜誌社 然後又有黨外公子候選人聯盟 在各地演講 同時在12月10號 1978年 1979年12月10號 世界人權日的時候 就 辦理在高雄辦理一個大型的那個 有關人權的這個 遊行跟演講活動 所以 我們看說 剛才 這個演講活動就發行 沒了事件 我們上面就已經說去沒了事件了 沒了事件 是在第一 我們這個 整個 整個文章裡面的第四 第四講 現在在講的是第五講 那我們就說 我這裡面寫到什麼 到1979年的時候 見證了國民黨情治系統 對黨外 綿密的 綿密的控制 監控 那在 在這個1979年 高雄的事件裡面 整個過程中 國民黨 利用很多很多的 要不要 混進黨外 破壞黨外的行動 這個 黨外就 這個 當時還沒有阻擋 所以黨外人數 就已經非常清楚了 那1979年 黨外經營對國民黨的鬥爭 也就奠定了1986年 阻擋的基礎 但是呢不幸的是什麼 不幸的是這個 這個組織民主基本黨 正是蔣經國在不得已之下 一手主導的 因為美國給他很大壓力 他一定想說 白線裡面 我今天帶兩本書 一本是全民公體調查局 一本是蔣經國傳 全民公體調查局的第六章 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整個主黨過程 都在蔣經國的計畫底下 已經是在這兩年裡面 1984年的年底 一直到1986年的這個年中 整個呢 已經把很多 爪趴子都混進黨外 混進黨外 然後你們要組黨的時候呢 也就主導了整個組黨的過程 主導了整個組黨的過程 所以我說 這個就是說 不幸的是 民主進步黨的組黨 正是蔣經國在不得已之下 一手手主導 進而利用民主黨在外表上 既能滿足美國 的要求 也能滿足傲台湾人的期望 而古志黎 民主黨恰如 許容奇 在這個地方的一場演講說 民主黨是如假包放的抓趴子黨 抓趴子黨 換句話說 美國政客 跟傲台湾人 就得了名字 而蔣家前衛就得了理直 我跟大家報告說 他第六章在說什麼 第六章 民主進步黨組黨的經過 從一百四十二來開始 民主進步黨在原山到外組黨的過程 有一個鐵金剛 一扯了一個鐵金剛 那種人 他說當時擔任蔣經國四位 綽號叫做鐵金剛的人 他敘述這個事實的經過 鐵金剛說什麼呢 由我個人 曾經擔任士林官邸的無線電水桶 服飾過兩位蔣總統 警衛隊是蔣氏家族來台之後 多年以來一脈相承的一個特殊警衛系統 在全台灣所有總統要前往的地方 都是由警勤中心先行直接通知布剛 安排所有安全警衛事宜 幾乎所有的單位 對我們都要直接聽命 接受指派 李登輝總統當年還是副總統時 對警衛隊的護衛方式表現得相當的排斥 不希望老是看到警衛人員的人 老是在眼前出現 而警衛隊為了要達成護衛的任務 就要經常化妝成一般平民 混在人群中暗中遠遠的保護 有時也會拜託調查局的人來支援幫忙 當他繼承總統以後 曾經一度也刻意要換掉 就有了一批人 用他自己安排的人來代替 不久之後就發現他們到處碰壁 形成連絡安排的問題也層出不窮 最後不得已 只有再重新啟用就有的一些人 警衛隊跟調大局中間 不適合去討論 對一個位置比較高的問題 警衛隊有一點 尤其是總統的貼身的市委 那是以前的禁衛軍 在當時戒嚴時期 如果有具有警衛隊的證件 是可以隨時進入戒嚴地區的 調查局裡面有些長官 經常也都是聯子部的人 聯合指揮部的人 退下來之後安插在裡面的 像吳東銘、慈南森 因為彼此任務是經常會有 互相支援、通力合作的關係 私底下整個也會經常打成一片 等於調查局跟警衛隊一樣的 回想起來 除了跟國民黨有關的國際性會議以外 圓山飯店開放給外面的團體 前去開會 尤其是非國民黨黨外組織 那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民進黨要組成的時候 當時我們沒有多做猜想 直覺就是認為上面有這樣的安排 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而且正式開會的前幾天 我們就接到上面來的命令 內容到市上說 黨外人在圓山飯店開會時 不管裡面發生任何什麼事 我們都不能插手 負責外面的門禁 對於沒有得到允許 或者要從外面進去的人 都要加以阻擋 一般有重要會議在圓山飯店召開時 都是由我們警衛隊負責佈置場地 安全檢查 以及鋪設音響跟錄影設備的線路 都控制了 這些工作一定由警衛隊 從頭到尾完全親手負責 絕不插手於他人 其實是調查局人都不准插手 我們當時被分派去佈置的錄影 錄影設備 都是相當公開的 錄影跟錄影的地方 是在圓山飯店的地下室的警衛室 能在圓山飯店開會的人或團體 一般都是跟國民黨有關係的 而且也一定是相當重要的人物 到場開會的人看到現場的錄影設備 當然也都一定會了解到 現場所有的開會情形 都會有錄影錄影的紀錄存檔 這一切的拉線的佈置工作 至少都在兩天之前就要開始安排 布線、測試、檢查等工作 民進黨組黨當天 由總統官邸警衛隊員 負責圓山飯店裡外的布缸 當天早上七點多 我們已經就位完畢 一直到下午組黨完成後才完成任務 當天我們都是穿便衣 身上佩戴的是一個梅花當標記 完全不攜帶任何武器或通訊器材 以免暴露真實的身份 而且每當有外面團體要前往開會時 現場的服務人都一定會全部 改由警衛隊的人員去擔任 像以前 圓山飯店二樓的開會廳總統也 總共也十四張桌子而已 服務小姐卻要分成三組 每班都有二十多人 這些小姐都是蔣夫人親自指定訓練的 其中有很多人 都是透過警衛隊的關係安排進去 同樣的其他一切飯店服務人 都有許多部件的備用人才 圓山飯店之所以要用那麼多人 當然也一定有各自的特殊任務安排 如果圓山飯店改名之後 要維持同樣的擴大便術可能比較難的 圓山飯店是蔣夫人的產業 蔣夫人的產業 而且蔣建國每天中午從大使管理出發之後 幾乎都會先到圓山飯店的理髮廳 去整修一下門面 稍事按摩休息之後 才坐車前往總農府 固定路線大多是走中山北路 會走新生北路 依照當時警衛安排的要求 一定要全線交通管制 一上路都是綠燈 高速行駛之類的 再來我們看 在那個時候 要申請圓山飯店開會 或進行什麼活動 一定要經過士林官邸 聯合警衛指揮部的核准 當時標準的申請程序 要先經過士林官邸的這個 緊急情報中心通過以後 還要通報建坦派出所支援 所以配合出勤的單位 包括士林官邸聯合警衛 憲兵營梅莊 梅莊就是便宜警衛隊 負責整合調配的這個中心 就是聯合警衛安全指揮部 簡稱聯子部 當時梅莊的名傳商專 在名傳商專 旁邊的裡面 住手的就是警衛隊的人 管理旁邊另有一個警戒的警官隊 當時警官隊的隊長是姓馬 非常熟的他很熟 當天出動的人員包括管理警衛隊 建坦派出手 圓山姓名隊 救手是大概至少兩千人左右 我們只要負責里外的安全 以及音響設備錄音錄影等 安排工作 當天二樓還有許多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在上面 也許是健康整個組黨會議的進行 當天二樓是不對要開放的 安全工作也由其他的單位負責 配戴的標誌也不同 以我們的梅花標誌是不能上二樓的 至於二樓的究竟有哪些人 蔣經國在不在那裡 我們在下面是無法知道的 但是蔣經國一定在某處監看整個組黨的過程 這裡舉一個例子 來說明我們當時警衛安排的警示的情形 當年老蔣過世之後 安厝在池府 蔣經國經常都要從頭了到池府去 而原來的那條道路只是雙線道 我們一向都只在左邊 這個沒有關係我們就不要看 另外一個案子就是 可以看出蔣經國心機的深層 當年蔣經國那個鐵金剛說 當年蔣經國想要從七海關堤 開挖一條秘密的隧道 通往士林關堤 他是故意分成許多施工階段來完成 兩坨外面先都用圍牆圍起來 每次都從別的地方調來工兵 都只負責完成其中一小段 然後又把他們調到腳遠的單位去 再換另一批新人來繼續開發 到最後開通的時候呢 則是由他最新人來負責完成 一般外界人士 根本不會知道 有這樣一條隧道的存在 當初我們都是被要求 要絕對的服從 只要上面有手交代 我們都捷徑手能來達成 至於當中究竟有什麼道理 實在也不是我們所能夠理解的 而且每天生活在隨時 檢介待面的緊張狀況下 無論在何止何替 只要呼叫氣一響 在現任的時間前一定會回到管理完整報道 平時生活都相當緊張 尤其是蔣建國又常常不預先通知 經常都會臨時出現全新的狀況 實在是不會有時間去想太多 至於黨外 在園山飯店主黨室 當時一個很直接的想法就是要究竟監視 必要時就來個雍中桌碑 一個也逃不掉 而且如果現場地不是選在園山飯店裡面 光是檢位工作的安排就很困難 一些影響設備的拉線工作 也會增加很多問題 種種種種他說 據我事後回想 在以前黨外或現在民運黨的高層人物當中 應該有好幾個情報局安排的人在裡面 像以前朱高正和蔣建國的關係就非常微妙 他曾多次秘密進入大直的七海官邸 直接跟蔣建國面談 當初在美麗島事件之後 我也曾經奉蔣建國命令 前往高雄下達蔣建國所餘的幾組檢位之一 當時我們都這一組就負責去教訓朱高正 至於他繼續把美麗島事件擴大 至於其他組的這個任務內容 以及去下達命令的對象是誰 當時我們是不曾也不能去多問的 此外 當初我在官邸時也曾經接到總機轉錯 如果要直接跟蔣建國通報的電話 通報內容已經不太記得 不過對方的身份一定不僅是憲民 而是情報局直接指派在黨外 可以向蔣建國直接通報的人 欸 有狗嗎 台灣人有到七場也沒有 這段你就覺得很精采 曉得我不要說太誇張 這個就是說 組黨的籌備階段 都跟國民都配合的 籌備組黨的十人小組 費西平 傅政 多姓的 黃好璇 游清 謝上廷 江澎堅 張俊雄 周千玉 游錫坤 和陳舉 十個人 除了其中兩位我還不能確定外 這白選說的齁 這裡是白選寫的 其餘的人 所以两位不知道 经由我在工作上的接触跟了解 都是由调查局跟其他情志单位所领导的县民 10个15小时里面8人是县民 调查局深度介入 前盘操纵整个阻挡的过程 也就可想而知 这是150页最后的那一段 然后这里面就讲 阻挡现场的演出的报道 就报道的外面的看人都讲 哇 这人够勇敢的啦 在这些时代突破了这个竞技 阻挡成功 在台湾人大家都很兴奋 我在美国就播出的报道 说啊 这一定讲得很高重的啦 我那时候就发疑了 所以我即使反对国民党 我不敢参加国民党的 我参加民党的时候 一天跟他们说要不要在政府里面 然后再来他就谈到说 要阻挡要脚要吸入温� Thompson 我简单 在 aver想要 油清的特殊背景 油清有他的特殊背景 如果没有这样 是无iller他平不平 纯 einz 他的一团有在说 有人要说就要他的情况 afar 随 review 拜登 现场挺长期现民生涅 谢谢 甚至即使 现场挺在2008年的时 aç 放中央见不行 他們說什麼,我從小時候跟獎狞娜帶來了 一天到晚就出去 一直到1999年到2000年 我在擔任局長的時候,我的司機 他在調查買手機,我想問他貪很多東西 就曬我的公務車 他都跟他說,局長你不要相信謝長廳 那是說你是標榜的,我說你欲買說 他對天然台灣人拍拼的 你還在講他才會不會 我會會唸 他先求求求求求你不要學會講一句話 學會講一天才會學會念 講誰人才會學會 誰人才會學會懷疑 這樣我會唸 到時候 我聽時常是 你一直在唸的時候 欸 我知道有很多人 包括那個 市民的那個唸的時候 我在想 欸 大概是我錯了吧 後來看十八週晚說 他承認他跟蔣孝虎是巴黎巴黎 我在以前曾經講過蔣孝虎嘛 在這裡講到蔣孝虎 他跟台灣人的關係 啊 既然 四三年跟蔣孝虎是巴黎巴黎的時 一天才不是在他家出一個 蔣季國長要利用這個人嘛 所以他跟他訓練嘛 不然他特別送的啊 特別送的都沒有準備 就要去科技台大法律師 台大法律師 也沒有 他也要打工的人 也要去上班 他就是打工的人 他平附前他去科學律師啦 科學什麼啦 就知道我還拿到這個 留置獎學金 那個人是蔣孝虎一支手在跟蔣孝虎 他跟我說 所以意思是說蔣孝虎長期泄民生涯 各位有機會我來看看 後來一百六十歲說 江鵬堅也是吊殺幾個泄民 誰是江鵬堅 江鵬堅是民進黨第一任的主席 聽說 不是要找一個主席啊 但這主席要去找一個 當時要選一個 當時要做主席 八個人在主導 主黨對不對 總要找一個來做主席啊 前陣子我看 所有人拿來看一看 喔喔喔 這個好 這個好 以前是我們吊殺局的 好好好 就一勾 就咱們當 當第一任主席好了 這樣啦 再來 再來說 也有說到這個未要錢 也有說到邱義仁 哇 要死了 所以不怪說 不怪 不怪時鐘是科研機啊 台灣自生的科研機站在這裡說 民進黨就要不要動 我坐在台上 喔喔喔喔喔 你這樣說要負責 嗯 我負責 我負責 我說 這裡是有錄影 錄影的 你怎麼說要負責 怎麼跟你告 不能告我民進府 要告理事總是 他說我不行 我經過十幾年的研究啊 我給你驚 他說 所以來告 我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很感慨 我們都像民進黨在替我們台灣出來 結果不可能 因為 既然在東華跟民進黨時代 都講中國婚人的人在主導民進黨的時候 他所作所為 都要為中國國的台灣政策來 來 努力 那如果沒有人要怎麼辦 沒有人他就身敗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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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去國民黨的錢 去做 違反就是我利用心的事情 我去台大七年 我在台大法學院七年 太節奏了 宿舍裡面很多人要不要 學校裡面很多人要不要 因為法學院的人思想比較靈活 不是讓你可以用國民黨的教條去控制 像我十八九歲 我就對國民黨有反感 當然我不知道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去讀書 不知道讀什麼書 我是九個書是 科學進行一禮拜開始讀書 其他時間算了 看一些不是九個書的東西 看一些我感覺 趣味的 我愛看的 我當然比較趣是要看 人物的傳記 歷史 各國歷史 我還要看社會評論 我十九個時候就開始讀社會評論 讀九個社會評論 學校的身材四年學校 我就走去社會教育館 看一些雜誌 那時候有冬月的雜誌 那時候冬月的雜誌 在五十年以前的冬月的雜誌 不是台灣人的雜誌 台灣人沒有人為你出雜誌 都外星人 反對國民黨有外星人在出雜誌 什麼許秋 什麼 胡秋元 胡秋元 跟那個 理由在那個 理由在文型雜誌 因為文型雜誌也不是 也不是蔣經國 控制 也不是那個 國民黨可以控制文型雜誌 因為比較自由派 所以文型雜誌的撰稿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這個自由派 反對國民黨的人 大家的文型雜誌 文型重刊 像胡秋元那樣的十字 所以在國中的時候就知道 國民黨不是好命 如果是好命中的比較大 會去賣 中國人怎麼不要他支持 中國人等於五千年來 他的生活在整理聯合中 他們希望說有一個 副的政府 只要不要 他上海 他好好過幾次就好了 沒有壓心 很容易滿足 要想要對國民黨不贏 因為你蔣宋孔臣四大家族 掌控整個中國的這個 經濟命脈 他們油水水啊 一直油水水啊 剝削人民的血汗錢 所以人民都不贏 共產黨結賓的時候 要把土豪利生 資本家都打倒 對一般的良民來講 當然是好的 因為土豪利生就是欺負良民的 像第一次跟電龍 第二次就是北施電龍 這樣就這樣 所以的時候 人民 政府的政權就是說 中國美國在中國大陸 國父 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在中國的時候 他的統治是一個剝削的體系 好 還有貪污腐化 大家都 公囊貪污腐化 大家都看得到 就已經補麻 這後來有一個共產黨出來說 要把他打倒 有一個國民都要把他打倒 當然是農民就 文風情從這樣 所以 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他就冰敗如山島 不再跑來台灣 所以我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我就已經 腦筋就很清楚說 國民黨不是好名 而且他手腕很惡劣 對那個學生 在中國時代 在中國大陸的時代 他叫書經理 還沒逃亡來台灣以前 他對那個 左傾的思想 有左傾思想的人 他都沒有行動 他現在知道說 真是左傾的學生 都抓來台 都抓來侵蚀 跟那個程度 無法無天的程度 如果共產黨 比較勉強 但是共產黨 不管你怎麼樣 你思想怎麼樣 現在都是來侵蚀 民國16年 1927年的時候 在上海的青黨 青黨那個時候 台詞很多人 台詞很多共產黨的動員 他手腕 壓力到這個程度 隨便讓他掛出來 你若是接受我的 我的領導 做我的照顧 你做比較小 派還是都沒關係 你若跟我翻 跟我翻空 跟我行業過 意見跟我不一樣 時鐘跟我不一樣 我就是要向他抬 這年阿爸 這年阿爸 就是他做不對 你也要對他走 有這阿爸的這個 這個政體 所以你跟台灣這個本質 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台灣人 都很難問 你說去有日本統領有這麼難問 沒有 日本統領 因為我們跟他翻空 這麼少前 見證 見證 或是說你 所謀者在這裏 揮槍壁 你不會去保證 無辜 但是國民黨人到台灣的時候 不管是中國 還是台灣 你說 連可措殺一百 不可放過一人 所以在青山 和樹前的時候 台詞很多元王的人 元王死的人 我們台灣人不用憤怒 不用檢討 不用擱掃 所以曾經五月七萬 這麼厲害 用李正輝做一個門神 這個郭偉陽 李正輝做一個門神 李正輝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李正輝不把中華民國 救你合法化 李正輝做十幾年的總統 我們台灣人剛才到達到好處 我說一個故事 我們的鄭老師 我們的鄭老先生 他跟我們很貧相這個故事 1984年 李正輝就做副總統了 這個暑假 我去廢城 廢城有一個老先生 我一個同學 我一個朋友 人家 他們的親家有一個老先生 聽說 我是李正輝 先說什麼 哇 我們都很厲害 很厲害 找一個李正輝出來做副總統 但是 李正輝沒辦法替我們台灣人做什麼事情 李正輝 最對最 他會絕對絕對 替所有的外星人做很多好事 他說 台灣人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起來做總統的時候 是 我剛才把這些兄弟 我們自己台灣人說 你們大家比較稍安污躁 只要我 我把這些主人 學生好學就好了 所有的流氓男民都是他主人 我們所有的他的同胞 兄弟 都要變成說 為了他來犧牲 犧牲我們的利益 來生全才流氓男民的利益 那個學生是這樣說 我在跟鄭老師 鄭老師先生說的時候 他很想要跟他熟悉 他說 那有案件 1984年看出這點 就表示說 他十二年中間 都在顧台灣 顧外星人的利益 並沒有顧台灣人的利益 各位如果有時間 去那個 台北市那個 那個婦蓮六村 婦蓮五村 就是松山機場出來的那 偉民森東路新社區旁邊那 那有以前有一個空軍的 那個婦蓮五村 婦蓮六村 那個所謂的建村改建後 美輪美奮 都是非常高級的那個別墅 同樣 那都是建村改建出來 那是我們800多的錢 我們的納稅人的錢 去 成全那 流氓難民的這個好處 所以希望大家 要有一個了解到各種 我說我這個傷害的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